早安 慈激情 今天嘉宾远从加拿大来到了我们关度现场 12年前慈激加拿大分会成立了人医会 您或许很难想象在一个以西医为主流的国家 却有超过了250位的中医师加入 不过更困难的是他们要如何在习惯看西医的地方 来推广中医疗法 现在马上就来介绍我们的来宾 加拿大慈激中医门诊的院长钟正哲 院长早安 早安 主持人好 我们也和观众朋友问声早安 大家早安 好 我们刚刚有提到主流西医的地方 中医要走出一条路其实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是难行能行 所到之处不止像是温哥华这样子的大城市 十年前我们还开始到原住民的部落一整 累积到现在已经走进了十多个部落 所以就想要请院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其中的因缘 还有我们是怎么样让当地的民众开始接受所谓的中医 我们从2012年开始成立了人医会 然后也开始结合当地的中医师们 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做议诊 我们除了对一般民众之外 在特殊的因缘介绍 我们开始给原住民这样的一个族群来关怀他们 第一个因缘起点事实上是当地在温哥华市东区的一个单亲妈妈之家 它是一个很特定的一个地方 里面收容一些特殊因为怀孕的一个女孩子或者是妇女 会站住在那里他们不能出来看医生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因为它是我们长期持续住在关怀的地方 我们就加上中医也来关怀他们 那么第一个点就获得很大的成功 之后他们又帮我们转接给很多其他他们的部落 就这样一个又接一个的部落 我们就越走越远 然后也展开了更全面的原住民关怀 嗯 了解 不过这十年的时间其实中间算了一下 还加了三年的疫情时间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我们有三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去关怀他们 要直到新冠趋缓之后我们才能再次再走进去 这个再次回去重启疫诊的时候 是不是心情上面也是很微妙感觉特别紧张 是 在疫情期间因为诸多的防疫政策的关系 那么我们就必须暂时停止给原住民部落的医疗 那么后来这中间一直他们都有来信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再回去 那终于在疫情告一段落之后呢 我们重启了给这些部落的关怀 尤其最主要的是一个海鸟岛的部落 之前我们也报道过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那次呢做了一个暖身一诊 回去之后呢 没想到他们的热情的程度超过我们的想象 然后也一直告诉我们说 他们一直期盼着我们能够再回去 所以这个感觉是特别感动对不对 原本就是很紧张 好像静想请却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回去没想到是出乎意料的反应 是 好多人都过来 在打招呼 然后一些老患者 甚至带好多家人一起来 那之后其实我们不只是仁医会的一诊 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 也有成立了中医门诊 一开始还只有两位医师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增加到七位医师了 对吧 是 对那我们据点呢 除了就是有偏乡还有都市 甚至有一个点很特别 是在大学的校园里面也都有设点 是的 那个是起自于一个特殊的因缘 我们跟多伦多的汉博大学合作 他们设立中医系 而我们呢进驻 帮他们建立了一个实习代教的一个 算是实习医院 那么让他们的学生就可以过来实习 那除了带学生之外 我们也最是正式的对外来服务 那我们是不是还有自己 除了我们有跟别的学校合作 自己也是有学校有 有有有 我们在温哥华呢 事实上在2016年也有这个因缘 那么也接收了一个 在当地已经有30多年的中医学院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中医学院就在温哥华 那么它是一个国际学院 所以它是面对全世界在招生 这么多年来 他们已经培养了超过1000多名的中医师 等于真的是在西医的组里面 开出了一条中医的道路 其实来读的学生 也有些就是西医师 有一些呢 还是原住民的部落派过来学习 然后再回去照顾他们的部落 他们会对中医这么有兴趣的原因是 我们有观察到是什么原因吗 一方面来说 整个中医在加拿大的发展 立法是全世界除了我们亚洲地区之外 非常完善的国家 第二个呢 是在当地我们已经建了健保 针灸部分建了健保 那么很多的保险公司 也都接受针灸的一个给付 所以造成它民众到同业人员 都一直在往前发展的状态 了解 所以可以看到 其实不只是医疗据点不断扩大 来为各个族群提供服务之外 其实未来除了设置门诊点 还有一个是我们连药草员都要自己来 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殊因缘 在前两年有大德 就捐赠了一个农场给我们 那么这几年师兄师姐们在这个农场耕耘 种了很多的这些瓜果蔬菜之外 也辟了一小块呢 我们进行一些种草药的种植 那现在有这个因缘 我们未来会继续再努力扩大 那甚至可能结合一些研究计划 来探讨这些草药可以给人的健康 带来更大的益处 我们是有打算自给自足吗 基本上我们还是缠在研发跟研究的角度为主 当然也排除不排除有更多的因缘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更大规模的一个种植 了解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十多年的努力 有中医在加拿大的确是闯出了一片天 今天也是非常感恩院长来到了我们现场进行分享 也期待您下次回国时候 再来和我们分享更多的资讯 还有感人的医病故事 感恩院长 感恩